这一段时间王剑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集中关注到的就是 中国企业遭遇到美国的打压 为什么一定会从企业层面上升到一个国家去管理和打压的这种情况 我们都知道美国有它一套相对独特的这种价值观 比如说第一就是强大的经济实力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是美国深信不疑的 同时美国认为在经济里头非常重要的就是企业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福布斯每年弄的全球500强的排行码 就能看出这种思路 但是过去美国的企业确实很强 500强里头大量的是美国企业 但后来他发现别的国家的企业慢慢多起来 有一段时间日本的企业非常多 他就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手段 现在同样的手法再次用在了中国企业身上 你看今年全球500强的企业排行榜当中 中国首次超过了美国企业的数量 这让美国人不寒而栗 其实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打压你中国企业 进而打压你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空间 我们知道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过去在科技在经济在整个金融 包括在军事确实No.1第一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像刚才王健所谈到的 我们很多的科技现在发展迅速 甚至少数的科技已经是现在世界第一 超过了美国 那么作为一个科技大国的霸权的美国 他是不可容忍的 他感觉到你是占领了世界最关键的技术的先机 如果你把你的信息技术超越了我 那未来的整个的经济发展结构 肯定就与中国来主导 美国就会落后 就必须要从根本上 对你的技术对你的科技把它打下去 以此他就可以维持他的科技上的霸权 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沟青 在尼克松图书馆门前做的那番演讲 20多分钟的演讲 我从头看到了不寒而栗 带着浓浓的冷战思维 似乎我要全方位的遏制你 我要全方位的打压你 当然中国我们依然认为中美关系 虽然有分歧 但是怎么样化解分歧很重要 其实中美之间 常讲一句话 何则两利斗则俱损 这个两利不仅仅是中美之间 而是全世界 美国现在实际上他的一线的行为 他给我们撤销 我们在休斯顿的领事馆 这种人过去的苏联政府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在中国在美国的一些访问学者 或者一些高科技的留学生 都进行了扣押 甚至以莫希友的罪名 把它撤为是一个间谍等等 因为我在美国访问 我都非常担心 我现在年初我是在美国 我都怕美国别我做什么不好的事 那我就只要能打倒你 那我就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现在美国很多做法 已经完全超出了国际的规范 超出了外交的惯例 那目前在这点上来说 确实我们需要做好这个准备 尽可能的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 2020年一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这是有史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第六次宣布进入全球卫生紧急状态 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 新冠疫情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 就在全人类最需要共克时间之际 人们清楚地看到 面对疫情 中国全民动员 全面部署 快速反应 用最强有力的措施 助劳防线 为世界争取时间 展现了中国力量 而随着疫情席卷全球 中国积极分享防控经验 主动加强国际合作 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担当 相较之下 美国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煽动意识形态对抗 以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世卫组织退群断供 损害国际抗议合作 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 总要进行一番 我有没有吃亏的惊喜打算 完全失去了一个大国领导者 应有的弃度和风范 联合国大会是一个非常庄重和神圣的论坛 美国领导人却在9月22号 联大一般性辩论讲话中 就新冠疫情处置等问题 无端指责中国 实际上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民众都非常清楚 自疫情爆发以来 拥有全球最先进医疗技术和最完备医疗体系的美国 却在疫情面前完败 根本原因出在哪里 大多数美国人都心知足明 不仅如此 美国长期拖欠联合国汇费 据联合国统计 目前美国所拖欠的汇费 占联合国所有被拖欠汇费的76%左右 联合国正面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 美国拖欠联合国汇费 是为了让联合国改革朝正确的方向迈进 日前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对话活动报告显示 87%的受访者认为 全球合作对应对当今挑战至关重要 并认为新冠疫情使国际合作变得更加紧迫 60%的受访者认为 联合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74%的受访者认为 联合国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必不可少 那么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过程中 联合国究竟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怎样才是更合理更有效的国际新秩序呢 现在美国我们看到一直各种退群 都是我原来建的群 现在我都不玩了 什么原因 主要是因为战后特别是冷战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那么世界经济逐渐逐渐向全球的拓展 导致很多发展的国家 也就像我们中国改革开放 那么使得我们经济呢 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很多西方现在之所以强大 因为剥削了发展的国家 那么现在发展的国家起来了以后 它很多获利的手段没有了 就这样 它就感到这种制度好像不符合它的利益 它不及改变 我今天前一段时间一个投票 在疫情方面 国际社会应当更多的协同 还是更加分裂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全投了赞成票 美国投了反对票 从这一点而言 全世界应当更多的携起手来 去推动一个更加有效的 合理的这种基地 大家声音是一样的 都能被听到 无论大国小国 每一个人的发展权 生存权 受教育的权利都被尊重 我觉得这种价值观 在今年疫情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被世界所认识到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美国 还有西方国家 就在面对疫情 面对生命受到这个威胁 和这种牺牲的时候 它确实采取了不负责任的作法 就从这个角度来说 过去在西方所主导下的 这种秩序 确实采取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的习主席 在这次联合国的大会上 就特别呼吁 各国之家之间 应该携取手来 应对好这种疫情的这种威胁 同时 那么更好的 通过相互间的合作 那么来恢复各自的经济 从来更好的向前发展 中国在全球整个治理体系的 不断的调整和改变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首先就是 特别强调 要建构一个大国之间 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 伙伴关系的网络 建立一个区域合作的 这么一个网络 就通过这么一种方式 习近平主义特别权的 然后形成一个 所谓叫做全球治理 在全球治理强调之下 那么在建构一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而就形成了 真正的一种新型的国际社会 其实事实上 中国是联合国的第一个国 我们是第一个签字的国家 这是非常历史性的一个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 坚定维护者 也是更合理 更 更